大家好,我是小花,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是關於花媽夢想的第五集 我們家的裝修信是怎麼樣呢? 來帶你看看我選的瓷磚 我的陽台跟浴室的瓷磚顏色很特別 一般的家庭應該不會用到啦 這個要到我們後來正式錄出的時候 才可以給大家完全的去解釋為什麼這麼做 先給大家看看我們安裝這個瓷磚的進度 還有第一次看一下我們家的大門吧 這是一個清新的雨後 我們來看一下現在中修的進度吧 看到了嗎? 你看這個是雨盆 我們家的外牆是要裝上防盜網 因為下大雨的時候會撥進來 其實你看這個水的程度 就像我們家的這個門是不防水的 你看看這個是智慧門 欸,上面還有一個狗,還沒有填補好 這個是我們的智慧門 為了保護它所以有包起來的 這旁邊 跟那個鋼材的框架 它這個裡面呢 是鍍心鋼 好新奇喔 那用我們家智慧門呢 我們之後會有專門的一集 來看看這個門的用途 我們來開一下門吧 燕主示範 哼哼 燕主示範 什麼什麼什麼 我進不去 你開鎖 沒有按好指紋好丟臉喔 好,我們先把雨盆拿進來 不要亂被偷了 因為那個,它是新街的店在這裡嘛 還能夠弄好 所以,OK 關上門 好啦,我們這個門的沙膠都還沒有灌喔 後面都這樣灌的 就是,還沒看到外面 經過了好多天的鋪 我們現在只是鋪好了地板 然後地板已經鋪起來 到這種專門的保護層 那浴室的部分後續才好鋪 之前跟大家說過 我們選過比較特殊的瓷磚啦 首先大家看到這個瓷磚 這是我們的地磚 因為是陰陰的關係 看起來有點髒髒的 那這個瓷磚呢 是有磨砂感 那個感覺得非常的深 很防滑 這一定是已經鋪好了喔 那我們後面的牆裝呢 在用這種的 就是我們貼膠 欸,其實我也是第一次耶 我以為是用水泥的 這是用膠 欸,這是粉重嗎 這是用膠貼的那個我們牆裝 好,看一下 特殊是貼好了 因為我房間 那師傅因為這兩天沒有空 我暫時就是貼好這樣而已 那我們的踢腳線呢 大概會普高10公分 房間因為老房子比較小 東西沒地方堆飯 這是沒有辦法一次性 全部裝完 是蠻痛苦的 好,這是陰天的陽光 之前的影片有看過 就比較亮我亮光了 我還是比較好奇這個上面到時候 我們訂製的那個家具有不OK 因為已經被通知 訂製好了 只是這樣沒辦法運 可以放在工廠 就是散一下假圈 這是廚房的部分 我們是以通鋪的方式喔 就是都沒有那個 門檻式 都沒有 除了陽台 都有門檻式 浴室有門 大門也不需要了 因為它本來就是自帶的 好,這個我們到時候 強妝貼的顏色跟這個有點相近 因為沒有拆盒子 還不能給大家看 是有點相近 到時候還有櫥櫃嘛 大家看到這是防水 好,師傅啊 他很認真在那邊擦防水 你看他一層一層的擦 還有地板 我因為在現在內地的房子啊 可是我選的這個房子 這個區域呢 他們已經沒在做地樓了 所以這邊是沒有地樓的 還是要做一下簡單的防水 但廚房的防水就沒有像浴室的防水啊 你看浴室的防水是有 那個放沙網的 陽台也是有 然後現在這是堆放材料 我媽在有落房 你們看這個 這個是強妝 這個強妝 好沒有寫多 四百乘以八百的 好,我想給大家看的是呢 嘿 有沒有看到的磚 是藍色的 有沒有很神情 欸這塊是藍色 我那個深藍色那個塊不知道在哪裡啊 好,我們的強妝很特別 我們的陽台跟浴室的牆板 都這個顏色 牆壁是淺藍色 欸之前看我那個設計影片 應該有看過 牆壁是淺藍色的 地板是深藍色的 深藍色,你看看後面 這裡是淺藍色 這個好壯啊 來地板是這個深藍色的 浴室跟陽台是一樣 效能呈現海洋細風的關係 為什麼我選的這個顏色 是其實藍色 欸呦,好麻煩 是這個藍色呢 看起來其實對人的心情 這也好很多 雖然藍色憂鬱啦 但是大海的顏色 看起來心胸會比較開闊 你看這是我們有幫我 補防部的那個防水 大家看我們師傅在鋪的時候 都是一層一層在塗的 一邊也在上的有沒有 然後像我們的這個地露啊 包括還有空炒的那個空炒水啊 都是有額外做線 我們走內裡沒有走外廟 這樣就不會滴到別人家裡面去 來看一下這個周圍的部分 好,這是我們 其實是因為師傅他有另外一個工地吧 有要做 不然房地已經做完了 明天才還是太上工喔 但是目前看一下現在的狀況有沒有 開燈之後 其實客廳感覺也起來了 就是現在客廳 跟這個是超級對比 就是 欸現在看我房間有沒有 就一個好像是家的感覺 一個就是好像翻雜物的那部分 啊我的房間呢是還要刷漆 唯一是刷粉紅色的漆 我想要粉紅色 天花板的一樣是純白色 那框也是這樣喔 那我們在後續的時候呢 應該下周吧 我們下個影片就能看到我們這個 裝好到網的部分 剛才說到這個雨盆喔 我們把公共區的雨盆都一起裝囉 因為 網到網它本來延伸40嘛 那是兩米 我們把它就是又買了雨盆 延伸出去把它裝好 這樣公共區也不會滴水喔 這樣很重要 因為 我們如果只 我本來當時有想過說 如果我只要做一半就好了 可是做一半真的很醜啊 事情不要這麼一半一半的吧 我現在還是比較 覺得比較 成就感很高是這個喔 但是這個後續的部分 還有很多的設計也比較麻煩 而且它有一些故事 我們再跟門有關的那個影片 來跟大家分享的 好啦那看好我詳細的介紹有沒有覺得 好像有一點要邁入要居住的部分喔 我們裝修其實有兩個多月的時間了 目前我們計畫是在8月15號之前一定要入住 因為8月15號是農曆7月初一 國月是不可以搬家的喔 所以這一點我們現在也還不停的趕工 還要加上我們之後那個磁服 包括地磚啊磁磚這些縫 都需要親手去美縫 我們沒有請師傅做啦 應該是說叫田鳳台灣叫田鳳 因為請師傅做就太貴了 也想有點參與感 不然好像這個房子你就花了錢 也沒有參與到裝修的部分 畢竟是自己的家喔 那還要包含呢 後面會有一集跟門有關的影片 給大家分享一下我這個選擇門的一些 不叫撇步啦 是想法 還有一些思路跟想法 還有這個智慧門在安裝的時候 也遇到了很多的困境跟麻煩 真的很痛苦 錢是沒有多花 但是心力真的花費非常非常的多 好啦我們會在下一集 就是跟大家分享我們的裝修進度喔 說真的 拍花媽的夢想 其實有很多的時候 是為了給我媽媽留下一些印象 就是對這個過程 因為老人家比較健忘 而且對這個事情比較 不是太了解細節 紀錄一下 告訴她我們在細節當中的安排 這樣在以後回顧的時候 也算是一個珍貴的記憶了 好啦我是小花 今天的影片就是這樣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分享 按鈴鐺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麼我們在下面影片再見囉 我們在下面影片再見囉 謝謝 謝謝 謝謝